美军成交一份新的军事白皮书 对中国海军发展做了一个介绍 而从中我们又能看出什么呢 在3月18号美国国会的会议上 美国海军向国会成交了一份 名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启示的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介绍了美军对于中国海军发展的一种看法 以及美国海军的对策 一些内容很有看点 白皮书提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如今 中国海军不断进行现代化改造已有25年的时间 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近海地区的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并且中国海军还在更遥远的海域 开展越来越多的行动 包括西太平洋 印度洋和欧洲各地的水域 都更加频繁地出现了中国海军的身影 中国海军被视为对美国海军实现控制 西太平洋海域的能力的重大挑战 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首要挑战 近年来 美国海军采取了许多行动 来应对中国海军现代化努力 比如美国海军将更多的军舰转移到太平洋海域 将最有能力的军舰和飞机 以及最优秀的人员分配给太平洋舰队 增加海军预算 计划扩大未来的海军规模 开发新的军事技术 以及制定新的作战概念 从美军的报告来看 自2005年至2019年 中国海军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局势 在2005年的时候 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数量为216艘 而美国海军则为291艘 双方尚有75艘的差距 而10年后 也就是2015年 中国海军的舰艇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而之后 美国海军数量却呈现下降的局势 到了2019年 中国海军舰艇数量达到了335艘 已经超过拥有286艘舰艇的美国海军 夺达49艘舰艇 此外 美军还预测 到2025年 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将达到400艘 而到了2030年 这个数量将是425艘 这已经是2010年 中国海军规模的两倍 两千年中国海军规模的4倍 当然 我们也可以看出 美国海军以中国海军作为噱头 找国会要钱 这也是惯用计量了 不过 从美军的这份白皮书中 可以看得出 美军如今并不敢小瞧中国海军 同时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而对于我们而言 虽说美国人必然会拿出一些对色出来 但我们更需要坚定自己的步伐 男伎台 1 2 3 2 1 2